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赏完叹息周易当中比较复杂的一卦 观卦 观看的观 就这样一卦 挂词是观 观而不见 有福于弱 然后上面就是几个观 同观 亏观 观我 观国 观我 观其生 然后判断吉凶 这一卦呢 比较复杂 比较难理解 争议非常之多 然后呢 我谈一谈我的看法 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呢 我先讲一个跟这个卦有关系的一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件事情 来引起这个观卦 就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的体操选手因为0.0级分之差 然后拿到了银牌 被一个日本选手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这个金牌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比较有说法 如果从周易的这个眼光 以观卦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尤其有意思 可以怎么看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运动员呢 他表现非常完美 动作那都是无可挑剔 但是呢 下面的这个裁判 他就是在官 你是一个王牌 你呢 这个民生在外 大家都对你这个抱有很高的期待 那么对一个有很高期待的人来说 那么我就是在挑你的瑕疵 我就是聚精会神的找你的错误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像不像是官卦上面的两个羊瑶 你在最上面 然后下面是坤卦 上面是一个驯卦 驯者洞也 你带领着下面的这个潮流 你呢 是万众瞩目 但是 你表现得再好 君子无咎 观其生 君子无咎 观我生 君子无咎 你在两个羊瑶 大家对你的期望太高了 大家恨不得从鸡蛋里面挑骨头 恨不得就找一点瑕疵 这呢 就是观卦 你越是公众人物 你越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你啊 就越可能遇到挫折 遇到伤害 尤其是当有另外一只眼睛 有裁判 有公众 有舆论 在监督你的时候 尤其的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网络上 网络名人不好做 网络名人呢 对不起 就处在这 这两窑 这两窑 而且不说那种坏人了 就是好人也是无救的 这个呢 我就引说一下 就说这个观卦 观卦一定是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观察 用心观察 用眼观察 有观察就有思考 有思考就有行动 所以呢 观卦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 它当时产生的这个效果 并不等于它以后的效果 这个话说出来比较拗口 意思呢 就是观我们只是得到信息了 这个信息呢 还无法完全的断定我们的这个吉凶 但是在观卦之后 你所做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 当它在解释观卦的时候 它里面全部都是没有特别好的说词 小人无救 君子令 不怎么好 这个利女 他把单独把女都给提出来了 那就是男的 卦的不利 然后观我生进退 这就是犹豫不决 观国之光 利用兵与王 这一卦我要重点讲的 我们后面再讲 观我生君子无救 观其生君子无救 上面唯独的两个羊瑶 并且还在最上面 这都是处于无救状态 那么 这呢 我就相当于就引出了这个观卦的这个含义 观 究竟怎么理解 观而不见有福余弱 这个呢 我们留在下一讲